周杰伦夜的第七章让我们找出1983年那条小巷 西敏寺,又名威斯敏斯特教堂 是一座位于伦敦市中心威斯敏斯特区的大型哥特式建筑 是英国君主安葬或加冕登基的地点 文中提到了夜空沸腾 可能有表象和隐喻两个原因 表象是当时有什么庆祝活动让夜空沸腾起来 隐喻则是侦探被击中了胸口 鲜血流出,打在了身后的窗子上如同夜空沸腾的烟花 关于12月伦敦燃放烟花的庆祝活动 朋友们应该听说过 2000年开始,伦敦眼附近会举行大型烟花表演 在此之前,庆祝的地点在哪里呢? 庆祝地点通常是特拉法加广场 那里会举行跨年夜的庆祝活动 也会燃放些烟花 1983年12月31号 庆祝新年活动的到来也在这里 当时还有两名妇女在庆祝活动当中丧生 死于踩踏事件 回到夜的第七章 这条小巷应该符合这个条件 能够透过临街的窗子看到西敏寺 也能够从一条直线上看到特拉法加广场的烟花 还能够在侦探弥留之际 跟随着提琴声飘向了泰晤士河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的位置吧 这条小巷很可能就在这个区域 西敏寺下方,西敏公学附近 加上西敏寺周围的居所都不会太高 所以能够透过窗子看到西敏寺的地方 一定离西敏寺很近 我最后的推测是 那条小巷大概在这儿 学院路通向西敏公学的小巷 没错,就是这条小巷 1983年12月晴朗 让我们复盘一下夜的第七章吧 1983年12月 伦敦的天气很好 仅仅是第二周有些阴晴不定 21号过后 天气向人们展示出最大的诚意 最高温度甚至可以达到14摄氏度 我们的侦探杰 调查一桩发生在摄政公园的凶杀案 并且一步步接近真相 12月的最后一天 他回到居所 从大学路旁的小巷 朝着西敏公学的方向回了住处 在打字机上 终于推导出案件的脉络 也弄清了凶手的身份 可是凶手却突然出现在身后 对他发起了袭击 侦探倒在了窗口 窗外的西敏斯轮廓突然清晰了起来 完全是因为那新年庆祝的烟花 在特拉法加广场燃起 而凶手却在这一切发生后 平静地在打字机上敲下了另一个答案 他的中场我会亲手写上 于是一个新的悬念出现了 难道这篇打字机里的文字 从头到尾都不是侦探写的 甚至是凶手杀掉了侦探之后 自己敲出来用来误导苏格兰场的 凶手却另有其人呢 好吧 回到那句话 本节目纯属娱乐 不涉及任何推理